嗨嗨,我是Josh 羊肌隊的Louis Severino 去年在三樣獎票選拿到第三名 但是今年開季前 還是有不少人懷疑他的能力 畢竟這種單季突然爆發的投手 過去並不是沒有 Severino今年需要繼續維持好表現來證明自己 結果他並沒有辦法複製去年的成績 因為他的表現 比去年又更往上一個成績了 目前12勝領先全大聯盟 境界投手數據FIP是2.21 全美聯第一名 不知道什麼是FIP的人 趕快去複習一下上一部影片啊 我們先來談一下Severino的球種 之前有一集我有談到光芒的Chris Archer 說他是典型的雙球種投手 直球跟滑球的使用率大約是90% Severino跟Archer的武器庫 基本上是相同的 他的直球跟滑球使用率是88% 偶爾搭配的第三球種也跟Archer一樣 都是變速球 基本上你可以把Severino看成是Archer的升級版 Archer有頂級的滑球 但是他的直球對打者沒有太大的威脅 Severino則是把滑球跟直球的技能點數 通通點滿了 要怎麼判斷一個投手的球種價值 還記得我以前曾經提過的Pitch Value嗎 簡單的說就是你這個球種製造越多對防守方有利的結果 Pitch Value就會增加 反之如果這個球種被大折打爆 那Pitch Value就會倒扣 所以Pitch Value越高 代表這個球種越有價值 如果台灣Value也可以這樣計算就好了 Severino今年滑球的Pitch Value 是遙遙領先的第一名 快速球則是排名第六 Severino的滑球 從他2015年聖上大聯盟以來 一年比一年更進步 這個球種的WRC家 一路從94降到今年的21 Severino滑球進步的點在哪裡呢? 他滑球的轉速這幾年不斷上升 新人年只有2105轉 今年已經衝到了2906轉 當然轉速不是一切 但是Severino這種爆炸性的飆升 還是很引人注意 除了滑球的轉速以外 他直球跟滑球搭配起來的效果 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點 這張圖統計了今年大聯盟 會投直球跟滑球的先發投手 中軸是滑球的球速 橫軸是他直球跟滑球的位移量差距 一般說來 滑球的球速越快 那應該會越不容易 跟直球做出夠大的位移量差距 所以這些統計點的分佈 大致成一個左上右下的趨勢 Severino的數據 在整張圖上位於最右上方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的滑球球速快 同時也能夠跟直球做出很大的位移量差距 他的滑球球速超越了聯盟裡 87%的先發投手 而滑球跟直球的位移量差距 則是擊敗了92%的先發投手 滑球球速跟Severino差不多的投手 他們直球跟滑球的平均位移量差距 是10英寸 而Severino是15英寸 這就是他滑球之所以難打的關鍵 最後我們再看一個數據 Severino最近三年把球投在好球袋內的比例 不斷攀升 但是他好球袋內的contact percent 卻是持續下降 這個現象可以說明Severino的進步 是貨真價實的 他確實是一張True S 我是Josh 4組16強要開始了齁 我來簡單分析一下阿根廷對法國這場 阿根廷整隊我只認識梅西一個人 法國我全都不認識 所以1比0阿根廷勝利 不要再相信什麼東方神秘力量了 試不過三啊 在我這麼客觀的分析之下 再不上車就來不及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